好,我們繼續看關於Geostationary Satellite的題目 但你可能說沒有的,沒有這個字 它寫是Parking Orbit,其實Parking Orbit就是Geostationary Satellite的另一種形容詞 就是Parking Orbit就是好像停車在那裡的Orbit 就是說它是長期在地球某一個位置,那裡維持在那裡轉 即是你在Satellite下面的地面,你會長期看到它在那裡托頂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呢?就是用英文去寫 Satellite appears stationary relative to the observer on the Earth's surface 即是你當你站在衛星下面,它就永遠都在你托頂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呢?就是你也是控制它的period 其實它的period就是跟地球一樣 而這類的Satellite它有個特點的就是 基本上的位置一定是這個equilateral plane 即是在尺度對上的位置 因為只有在尺度對上的位置才可以做到跟地球轉速是一樣的圍著某個地方 那為什麼呢?如果你說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呢? 可能你要看一看之前我們說的Geostationary Satellite那些部分 我們稍後都會嘗試講一講的,在下面的部分 那它第一句Statement呢 就會講它說 是不是它在太遠的地方就not affected by Earth's gravitational field 絕對不是啦,如果它不給Earth's gravitational field 引領著它怎麼會圍著你轉呢? 好啦,那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為什麼不可以在香港對上呢? 因為它是equilateral plane 為什麼equilateral plane呢?我嘗試畫一畫去解釋一下 那你想像地球的equator就是尺度 那尺度對上呢?那你去轉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地球也是沿著尺度的方向轉嘛 所以你永遠可以在上面的 那若然你上了一點點,即是你不是在equator對上的位 上了一點點,即是當你在香港對上 那你如果還記得呢,因為那個 Gravitational force是圍著中心的 那所以它的orbit就不會是沿著地球自轉的軸 是沿著中心的,所以你就做不到那個效果 它就不會永遠在你頭頂上 OK?那所以那就是原因 那第三個也是在說同樣的東西 即是一個的earth只有一個parking orbit 就是equator對上的位置 而且還要適合高度才OK